哈喽 大家好 我是维哥 今天我们来打一把这个无限乱斗 然后队友说全体运漏 漏 然后漏到对面 对面漏到死 然后我们可以看我们的阵容 白起 流上 吕布 专周 还有苏烈 全是两个字的坦克 这五个坦克也是挺溜啊 我们看对面的阵容算是比较合理的阵容 有射手 有刺客 有坦克 还有那个法师 我们是法师射手 都没有 五个 五个 五个坦克 这边是直接啪啪啪啪是吧 大招 这边是看那个诸葛亮很不爽 因为最低 我的第一条人头 第一滴血就是被那个诸葛亮给收的 所以说我现在很想 很想虐那个诸葛亮 又是残血 但是我打不到他 他老想刷我被动 我躲到草丛 一个巴掌拍过去 打晕了之后 然后他用钩子 那一瞬间是吧 站在那不会动 然后刚好一把那个垂死他 垂死他了 再说这个刘善 能寸外号 小霸王 那也不是盖的 那也不是吹的 这拆塔也是非常快 再加上他这个 本来本身这个buff 是吧 就是那个塔的攻击紧速 然后再加上我那个拆塔 一巴掌拍过去 那个塔就等于废了 就等于一个干擾 再来一个二技能 一技能 那个拆塔特别快 二技能拍一下 这个塔就不会打了 但是没有那个干擾那么久一些就是了 这边是中路 想白就是想虐了 这边应该是对方的 书戒应该是 掉线还是卡住了 不知道怎么比 草丛里面又有一个孙悟空 我赶紧开个大招 啪啪啪啪打脸 所以特别是这个 刘善开大招的 就是啪啪啪啪啪打脸 是吧 然后这边没有蓝 回城 最后最后一波 最后波是看对面 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这局差不多才打六文中 六文半中左右 就直接把对方打到认输 不仅是认输 他就算不认输 塔也已经直接被我们拆了 这边已经拆掉下路了 下路直接强攻 那这边好像他们就剩一个人 但是没有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直接认输 对方还是诸葛 但是最后直接 直接 当时谁掉线 那我们直接来看下最后结局 看下战绩图就知道了 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 一起来 现在换大家记归 有个视频 观众不通话 我就结束了 其实这个版本就是坦克的版本 是吧 坦克那么强 五个坦克而漏到无敌 漏到对面 直接六魂半投降 对面就可能都要掉线 应该是后面气的掉线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